HELLO 我是沛莉 很多人想請我分享我的日常妝 然後我同時今天加碼挑戰 5分鐘快速上妝 雖然沒有挑戰過 但是我想一定會成功的 因為我們只要掌握重點就是 重要的部分先化 等有時間的時候再去慢慢修細節 這樣子聽起來應該是 5分鐘應該是夠啦 廢話不多說我要開始囉 先回答一下很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上妝前我們需要做哪些步驟呢 通常就會是洗完臉 化妝水乳液之後 我還會再上一個隔離防曬 因為呢雖然現在的底妝產品 都有防曬系數了可是 我們畢竟用量沒有這麼多 如果說你可能會出去外面會曬太陽比較久的話 我建議大家還是要擦一個 防曬系數的隔離乳 然後順便呢也讓皮膚比較滋潤 這樣妝容會比較持久 然後我用的今天用是這個 季凡希的這個我 有拍過影片你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已經開始緊張 有點語無倫次了 然後還有加上我現在感冒 所以聲音狀況可能不是這麼好 可能等一下搞不好還會咳嗽之類的 請見諒喔 底妝部分我等一下會用的是 就是這個LPE的氣墊粉餅 可是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什麼氣墊粉餅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其實我會推薦雪花秀的舊款 因為它遮瑕度比較高 然後它的21號色跟我的膚色是完全一致 天衣無縫 所以我很喜歡雪花秀的21號舊款喔 新款遮瑕度沒有這麼好 然後但是我業績快用完了 所以我今天就最近我都是用LPE金色的 也是21號色我覺得膚色也還蠻漂亮 遮瑕度也還可以接受 上可上可 好 先跟你們介紹一些重點 因為我怕我等一下一定沒空講 眼影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用這種遊戲彩妝盒 裡面就是顏色可以去自己拼湊 自己喜歡的顏色 這樣一盒就很方便 可是通常呢我會用的就是一個 一定必備的就是淡粉色 然後呢還有棕色 淺棕色就可以了 不需要到這麼深 就這種淺棕色的眼影 還有什麼重點呢 重點呢還有就是你睫毛想要翹的話呢 就可以試試看KISS ME的新俏麗睫毛膏 鮮長狂 我超矮的 反正我化妝多大概有10支 今天就是準備3支在這邊 用內建的計時器5分鐘 我太死了 哎呦 再3秒鐘就沒了耶 開始用氣墊粉餅 上刀的部分呢從臉頰開始拍 因為用量比較多 然後再帶帶帶帶到臉中 然後鼻翼 動作超快齁 你沒有在看快轉 真的 我就是拍這麼快 好然後 接下來呢 重點需要遮瑕的部位 我會再拍第二次 這樣子鼻翼兩側 然後像是臉頰 有一些小斑點啊之類的 需要蓋住的地方就上第二層 眼尾暗沉的地方 好 底妝完成 底妝完成 底妝完成已經花了一分鐘了耶 接著呢蜜粉 我跟你們講這個蜜粉真的超級無敵好用的 這是Dior他們新出的 它不像一般傳統的蜜粉 就是打開來之後會掉到滿地 它完全不會飛粉 而且你有看到我就這樣子沾一沾刷一刷就好了 然後呢我就去亂刷 它也不會卡粉 真的是超級好用喔 缺點呢就是比較貴一點 好啦就是價格比較高 但是OK 定妝完了 然後有一些小斑點跑出來了齁 我們就把你稍微遮一下就好了 定妝完遮遮瑕有一個好處就是 會比遮的比較持久 好 再喝一顆 好眼妝 哎呦 現在剩三分鐘了 眼影 我以前用眼影棒 因為用眼影棒 沾的本量比較多 比較顯色 這樣上妝比較快 但是呢 要注意這個邊界 不要明顯的有摺痕 這樣很醜 所以要用手指頭再暈一下 我畫好多喔 天啊 稍微暈一下 然後呢 再用矽的這邊 下面也要來給臥蠶 然後中色 然後中色 中色加強在眼尾的地方 這樣眼睛就會比較深邃 不會泡泡的 然後也可以讓你的雙眼皮皺摺比較明顯 然後呢 我一樣也會用就是下面的地方 稍微用一下眼尾也要加深一點點 這樣眼睛開起來就會比較無辜一點點 眼妝完成囉 還沒啦 還要畫眼線 太久了 哎呀我剩兩分鐘 畫很多齁 然後畫那眼線 這隻眼線筆也非常好用 這是韓國的 它很滋潤很軟很好畫 然後畫完眼線之後呢 再拿一支筆刷 稍微的從裡面 拖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眼尾加長的眼線了 好 加睫毛 其實也不用那麼趕啦 我覺得時間一定夠 好好好啊 刷睫毛的話呢 睫毛膏通常我會用比較乾一點點的 因為這樣子會比較根根分明 你睫毛才會比較濃密的感覺 我好像開始太悠哉了齁 好啦 我加快一下我 下睫毛也刷一下好了 哎喲 等一下我沾到 哎喲 沾到58秒 好 好 先來個腮紅 腮紅是粉色 然後呢 現在流行腮紅是刷在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我們刷在眼睛下面 看起來就會比較可愛 還沒畫眉毛耶 38秒 眉毛的話呢 選擇三色眉粉是最快速的了 咬咬咬咬 刷在這裡就好了 但是呢基本上細節還是不能忘記 有一個眉毛在這裡 我會再用這個 然後再稍微 髮造一下鼻樑的感覺 還有一根頭髮 總共唇彩的部分 然後再稍微塗一下 4秒 3 2 時間到 好了 好了啦 好了啦不要叫了 5分鐘時間到了 給我們看一下細節 我覺得我睫毛膏刷的超美的 我只刷了一層喔 然後基本上我平常的話呢 我睫毛可能會 就再多刷兩層三層之類的 就會用不同管 可是現在這樣子只刷一層 也是很乾淨 很乾淨然後很濃密的睫毛 很不錯齁 然後底妝 就是還蠻有光澤感的 然後腮紅的部分在這裡 唇膏 唇膏我也要推薦一下 像這個YSL的唇膏 真的是很好用 它基本上呢就結合了護唇膏 跟超顯色唇膏 你看我剛剛輕輕隨便塗一下 也就這麼顯色了 然後整個很滋潤 光澤感很好 我用的色號是16號 它顏色很多 你們可以自己去挑選 然後 價格是1200 前陣子母親節已經有買送給婆婆 所以知道它的價位 然後就這樣 沒錯我現在感冒了 所以鼻音有點重 然後謝謝你們忍受 一直聽我感冒還講那麼多話的聲音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都歡迎留言給我喔 然後呢 希望我下次拍什麼主題 也可以告訴我 今天挑戰 很成功齁 非常漂亮的 我等一下要出門了 我是真的要出門 然後要化妝想說 那順便來拍一下影片好了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沒訂閱過頻道 記得訂閱喔 這樣子就可以接受到 我最新的影片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個讚喔 我很高興的 我就會繼續一直拍片 一直拍片 然後要出門了啦 掰掰 掰掰 留言喔 再給你們看一下妝 還蠻可愛的齁 重點就是在眼妝啦 眼妝就是比較 有一點無辜下垂的感覺 掰掰 誇張 有趣的 有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